还有就是师父在帮佛友看就是放生多少条数量的时候 这是根据什么来定的呢 多少数量的时候这是根据天上的意思来定的 你以为都是师父嘴巴里讲的 一文数字就抽出来了 你说好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 感恩师父 台长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台长 现在很多听众打电话进来就是看图谈 就是问你就是放生需要放多少条 那台长就说比如说放要放两千条鱼 那这个两千条鱼台长你是怎么看出这些数字的 是你看到他们放了这些鱼数量后的未来呢 还是菩萨直接告诉你鱼的数字的 挑出来的呀 一挑出来的就是两千的 而且是中文的数字 不是不是阿拉伯数字 听得懂了吗 好像这类问题你过去都问过的 说到张小房子啊 那不看怎么能知道啊 一挑嘛就两千条 完全是中文数字的两千 不是阿拉伯数字的两千 明白了吗 大姑娘 三千条他就三千 五千条他就五千 明白吗 哦明白了 因为在看图灯的时候 完全意识当中 有菩萨在你的意识当中呢 你听得懂吗 我在看什么图灯呢 这个都不懂啊 嗯 哦明白了 哦好知道了 那我们自己就是除了如果打不进电话 我们自己能不能判断就是说我们什么情况下放生多少条鱼啊 你你你去乱判断好了 去慢慢乱判好了 很多了很多人不自己在判断 还有很多人还支撑会看图灯 你让他去看啊 哦 你自己看得到你去看啊 看得到了 吹牛骗自己搞什么东西啊 啥都不得了 有些人自己以为自己不骗人的 骗天骗地骗鬼啊 最后自己 等到哪一天找走的时候 他跟他算账的时候他就知道了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嗯 下一个问题 师父讲放生可以培养慈悲心 消除沙业 还可以延寿 师父经常帮助同修看需要放生的数量 但是大多数同修不知道具体的数量 也没有参考依据 沙业报三代 请请师父慈悲开始 我们如何根据自己的家庭业报 来判断自己需要放生的数量呢 实际上呢 这个问题呢 就等于 你等于问我 师父好人要做多少时间 我慈悲心要用多少时间 我慈悲心要用多少时间 你问都不要问的 一直做下去 对对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自己一次性要放多少 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 如果你一次性要放多少 你慢慢的 不停的放 自己感觉家里最近舒服一点了 顺利一点了 那你就好好的自己把家里感觉到最近放的差不多 可以稍微的失量放了 对稍微的 如果你觉得家里没有改变 在家里没有改变 对 那么你就不停的要放 不停的要放 好的好的 谢谢 谢谢师傅 慈悲开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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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